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口味比较重 你是怎么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的 没有两次就开始了 什么方法呢 其实没有特别教育 就是没有太多的顾虑 因为举个例子来说 一般我觉得中国人传统家庭 就是父母和小孩之间的身体 就小孩不会看到父母的身体 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爸妈的 我爸肯定没见过 就是也不会谈论性方面的话题 一辈子也没有跟他们谈论过 我觉得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跟他们谈论 但是和我的小孩之间 大家就很坦荡 就是洗澡啊什么都 大家都在一起啊 这个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吧 然后他们自然会问你一些问题啊 是妈妈教的还是爸爸教的 都有 都教 是那个用个比喻来教的呢 还是一干的插到底来教的 示范 示范 还是示范 看看 不是不是有书 有书可以读 他们还会问很多问题嘛 后来据我妈说 其实小时候啊 我爸有一次带我去他们单位 吸筹我也问很多问题 他们的方式就是再也不带我去 对 所以这教材 现在就是说有个教材出了问题 但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这就是咱们今天可以聊聊 因为呢 在浙江啊杭州啊 萧山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 呃的妈妈 在微博上吐槽 原来啊 咱们有一个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真爱生命 这个研发出版准备时间长达九年啊 这个 在网上引起多方的热议 这个 这本教材当中有一些截图 所以在微博上 他们就发一些截图 然后这个妈妈就吐槽 就说 这个性教育教材尺度 太大了 是吧 就说这玩意让这个 我就当妈妈的都脸红 怎么能跟 跟跟 跟孩子看呢 来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截图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教材上的截图 有很多截图啊 其中有一个 你看 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你看在床上 然后这个 爸爸的阴镜放入 妈妈的阴道 我还以为是图有其内海峡 这因为你看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电视播出的缘故 连这样一个性教材上面的截图 我们也要做处理 对吧 这个你再看 没有加灰的那么清晰了 然后 你看 爸爸的精子 进入妈妈的子宫 然后你再看 然后呢 你看啊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这个教材上截图啊 爸爸妈妈 刚才邻居的王叔叔 要摸我的臀部 我说 不行 然后呢 爸爸就表扬他 你能马上把这事 告诉爸爸妈妈 做得很好啊 妈妈说 你表现的很勇敢啊 王叔叔这么做呢 是不对的 以后离他远一点 我看 我看不能只是离来一点 应该报警了 对吧 然后再再看下边 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拒绝熟人 触摸隐私部位 你看 哎 最据说 最引起争议的 就是这张 人家说 小学生性健康教材 为什么用这样的截图呢 这个截图 就是有一个阿姨啊 跟一个小男孩说 小军啊 你又长高了 脱下裤子 让阿姨看一下 你的阴镜 是不是也长大了呢 然后小男孩说 不行 我得赶紧回家了 我回家后 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小男孩的内心 堵白 话这张除了人 可能看了太多日本AV 不是 我跟你说 要叫我说啊 我主观一回 我认为这完全没有什么 就而且我认为 就应该这样 对 但我认为这个 这个教材里 要叫我说 唯一真正的问题啊 是用词太文了 没有哪个阿姨会说 哎 小军看看你的阴镜 是不是长大了 你应该用那种 儿童能听懂的语言 就加 要叫我编 我还加个括号 就是阴镜 小鸡鸡 是不是就长大了 这样真的 现在社会上 很多成年人 要摸女孩子的小内裤啊 摸男孩子的小鸡鸡啊 这个就是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教材里 把这个说出来 有 你想有的妈妈 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啊 我怎么觉得 这就很正常 这应该这样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性教育 不是光我们讲的是 以为是这个性 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那个第一幅图 它告诉你是怎么做的 其实更重要是衍生出来 第一要防止性侵犯 第二个是要防止早孕啊 这些事情 其实从它衍生出来的一些 我们需要去防范的事情 就你比如说像在 就是像在美国啊 他们说很多地方 其实它这个东岸的这个城市 和那些中西部的 对这个方面教育相差的非常的远 在美国就是那些保守的地方 他们因为是宗教的关系哈 它的性教育 它告诉你怎么做 不告诉你怎么避孕 所以美国的少女早孕率 是在发达国家当中 基本上是最高的 还有呢 比如说在瑞士那些国家 还有在那个 在北欧是最低的 他们小孩啊 十几岁啊 就女孩 十四岁到十六岁 学校里就给她发避孕套 还告诉他们 怎么在香蕉上套 所以他们的早孕率 反而就更低 就是最低的 香港也是 香港中学二年级吧 也是十三十四 都有用教育 发避孕套 我听说是香港也抵制 我接触过一个 在香港的一个 就是帮助少女 就是未婚先孕少女的 这么一个 就是外国人的一个组织 他们说他们要去香港学校 推广性教育 香港的家长就投诉 是吗 有家长投诉是一回事 可是学校还是有做 他假如没有做的话 家长就不会知道 不会去投诉了 所以表示学校还是有 有这样做 你知道我那天看 那个我们哥辉 访问那个著名的 那个儿童作家 郑渊杰 郑渊杰 这个郑渊杰也上过我们节目 郑渊杰一方面呢 是个童话大王 另一方面呢 我看是个 这个性 儿童性教育的 那个极力提倡者 然后他就讲 他儿子 他跟他儿子 一起上过我们这个节目 他是挺有名的 郑渊杰是属于那 还挺葛的 从小不让孩子上学了 说这孩子 还是我自己教育的好 然后据他说呢 就说这事越早越好 你要说等到五六岁 七八岁再告诉孩子 这个事都晚了 照郑老兄的看法 他三岁 他说三岁 我就跟我儿子讲这个事 当时还选了一个 戏剧性的一个天气 就电闪雷鸣啊 然后他想制造出一种 让他儿子非常注意的一个效果 首先先生多人 问了他儿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先看见闪电 才听见雷声吗 然后说儿子 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 男人和女人 咱们都晚了 我以为韩国开心 他给他儿子讲了个底调 全讲清楚了 最后他儿子问他 那为什么先看见闪电 才听见雷声 我们家就有一套他的书 他有一套画的 那个动物的《十二生肖》 当中有一本 就是讲那个小狗 怎么样学习防止这个性侵犯 就是他是这个女人画的 就是刚才那些 但是他用的是很生动的语言 那个小狗就回去 跟他的那些朋友讲说 不能让别人触摸这个隐私部位 然后别的小动物都想起来说 被邻居被老师什么摸过 然后去报警等等 他有这方面的教育 都有 嘉辉你是女儿 这方面是你太太代行的 还是你 我觉得他问比较好 在他一定年龄的时候 告诉他这方面的知识 他遥远的事情 我是没告诉 因为我妈时候 有一阵子在报社上班 早出晚归 每天见不到我女儿一两个钟头 那应该是我太太 而且学校 他读后来读国际学校 就我知道他学校都有这些教导 学校非常开放 好像一些旅同学 学三岁怀孕都有 所以那个反正 教导的没用是吧 所以更明教导无效 性教育变成性契机 挑发 刚学完 可能不教更多 上课的时候学性教育 马上下课 我们去试试吧 老师不说要试诫吗 学习之后 所以这个很困难 因为困难在于说 任何的教育 不管性教育什么教育 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knowledge 知识的部分 或者说资讯的部分 对不对 告诉你身体器官 人的生理结构 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 这是诈值观的问题 什么样的性行为 性爱是美好的 或者说道德容许的 或者说快乐的 那这两个部分不太容易 教前面的部分容易 你给他看几张横坡图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讲解一下 可以性价值观 那个比较难建立了 因为根本也不容易 有一套固定的标准 甚至你以为你有吗 你爸妈给小孩灌输了一套 我刚才讲了 正确的性道德 老师也讲了 到了他八岁九岁十岁 一上网 全部打垮 对 这就是悲哀 不管是性教育 所有的教育 现在研究教育心理学的专家 都是没有能力 大家尝试建立理论跟方法 可是没有人有把握 为什么呢 一个网络 你完全控制不了 我说不要说控制 完全不能巩固你小孩的大脑里面的东西 外面的世界才是他的老师 对啊 这不有人就说嘛 满街那个无痛流产的那个广告 是吧 上网孩子们什么都看得见 你在这说一个小学生性价教育 读本上的插图太大胆了 这个就有点可乐 所以就是提倡 早期性教育的 就是认为说 像你刚才说那些现象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说它也存在了 还不如我们介入教育 就是说 我不是说我做了这个性教育以后 他们就不会去做那些事 而是说 他们怎么都会做的 你还不如疏导他们 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我觉得有一幕特别好玩的 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一个美国电影 说两个小孩长到18岁 还是16岁 我忘了他们就想去做那个事情了 想做第一次 然后也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就很 思想特别斗争 特别的纠结 你要有自由 也跟你讲 你非要做 那好吧 然后呢 他们就那个打好行李 去到一个酒店开了房 过了两个钟都回来了 说没做 为什么 在酒店房间的抽屉 发现一本圣经 酒店里都有这个吗 你可真觉得真不行 你这好像觉得特别不像是玷污 怎么一下子愣了傻了就回来了 圣经也有一个性儿童性教育的这么一个模式 对吧 是个亚当下娃 因为什么蛇进了谗言 他还是避免了告诉你 其实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知道我过去觉得 就是说这个事儿 爸爸妈妈都不好意思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我自己的感觉上 我很高兴的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 说的跟我想的也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觉得 你当然有这个 你的口才表达好坏的问题 有的爸爸妈妈会讲 有的爸爸妈妈不大会讲 但是我要照我觉得 会讲不会讲 就可以直说 不管几岁 事实是怎么样 就可以告诉他 对吧 不要老是什么 那个爸爸弄个豆芽 在妈妈肚子里 就是原来就是 原来 你听过的是这个版本 我听过的是 我们都从嘎之窝里生出来的 哎呦 那 张先生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都从嘎之窝里生出来的 我都从嘎之窝里生出来的 你要说咱们的义军 人家是什么呢 混血的 对吧 所以我看性教育都引用了德国的教材 对不对 以前我在那边给他们买一些书 我都不知道文字是什么 然后就先翻图看 其实也能看明白 就能跟他们讲一些东西 义军也给我们进行一下教育 看看这是德国的性教育的教材 德语也可能是瑞士或者德国 这个男孩子他去开门 然后上面写的是说 爸爸妈妈在干什么呢 然后下一章就是他把门打开了 这就是他看到的场景 然后那个门上就说 好像还是妈妈在上面 爸爸在下面 我喜欢 然后说爸爸妈妈有时候需要两个人 单独在一起 然后叫这个小孩呢 把门关上 然后走开 就这个意思 让他们单独相处 其实你说如果小孩子 见到爸爸妈妈这样子了 对他是好的吗 我有问我女儿 我没跟他解释这个是什么 我就给他看这个图 我说你 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 爸爸妈妈在干嘛 他说love 就是爱 对 再加上一个make 就更激活了 他没有说动 他就是说是爱 就他们的理解 那你女儿回答得非常得体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所谓性教育 我们看到 我们刚说 不仅是知识 还有价值观 价值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是关系 因为性行为 其实是最满足的享受 不仅是那行动 不仅是那一秒 五秒 十秒 二十秒 是那个 关系 爱 里面充实满足感 幸福感 人家说爱的最好的指标是什么 或者说性爱最高的指标 就是你有幸福感 你要让他说幸福感充满 那这个东西是很难教的 你很抽象的 其实你越是性教育讲 他越抽象越模糊 那最好的性教育是什么 我觉得刚说要爸妈讲 不仅是讲 是示范 示范到底不是在他面前做爱 教练 就是说 给他从小看到你父母亲相处的关系 那种爱 那种信任 那种教育 真是 我觉得爱教育比性教育还要重要 对了 我普遍觉得我们的上一辈和我们之间 或者是说我自己也有 我觉得我们这几代人吧 都比较缺乏爱的教育 你怎么去爱一个人 怎么是表达 对了 那天我就看见最近那个阿诚老师参加一个什么座谈 也是有人问这个问题 说不知道跟孩子什么性教育 他就讲一句话 我印象挺深 他说这个性教育不等于交配教育 就现在我们很多性教育好像搞得有交配教育的色彩 他说其实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尊重 对吧 讲 我就想 我脑子里两种东西同时存在 一种叫政治正确 一种叫命运正确 或者叫 这怎么说呢 或者叫一个是文学的 一个是社会学的 怎么说呢 比方说 我们自己从小生活在一种性禁忌性压抑的环境下 可是呢 这就是我说命运正确 就从我个人来讲 我成长到今天 我说实在话 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毛病 或者说 可能因为小时候的某种压抑 带来我性方面某种特殊的乐趣 也是你受到正常健康性教育的人 所没有的这种乐趣 那你的爱教育怎么样呢 你的爱教育怎么样呢 没听说过 然后呢 我就是说 但是 但是我就说从另一方面 我又是政治正确的 就是我知道 应该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 早点教育孩子这个真相 因为我从我自己感觉到 我在节目里曾经讲过 我这个 我得到的性教育 是什么样的教育 我觉得 完全不知道 跟我同龄的女孩子 一般都跟我讲到过 这个来月经啊 那种尴尬 就上课的时候 哇一下子 裤子就湿了 然后呢 妈妈没有讲过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是流了血之后 回去吓坏了 妈妈才讲 好几个跟我同龄的 这方面 你看现在更年轻的女孩子 好像妈妈都会告诉她了吧 然后呢 男孩子 一般这个一经的时候 那是惊慌不安 以为自己要死掉了 因为没有人讲过 后来还是 我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我最早知道这个事情 是我有一次在家里翻东西啊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 都发黄的 这么小宝本的 19五几年出版的 我就记得叫 新婚知识手册 哎呦 你跟我一样 我估计那是我爸爸妈妈 八十年代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结婚体检的时候 人家会送你一本 对的 这个小册子 哎呀 我那个时候 家伙 要不说我就跟你说 压抑有压抑格外的那种快感 也不是您的体会 我一看 哇 家伙 这是天书一样 确实画的非常准确的这种比例图 就像刚才画的 我一下就得到这种器官 准非常准确的这个图 告诉男人女人怎么回事 我觉得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从来没有 完全闻所未闻 就在这个时候 光机大门一开 我哥哥进来了 好家伙 我赶快藏在底下 我哥哥一看 我他在满脸通红啊 我哥哥都好像都打了我 就说 你藏什么呢 你藏什么 他以为我偷钱呢 或者干嘛呢 抢了半天 最后终于我哥哥从我屁股底 把这本书抢过来 我先回去看看 那是我最早知道这个事 而且呢 现在看来那个小册子里面 也有一些当时不正确的知识 比如说我记得他讲到这个自卫 就是这个手银 就说爱年轻人不能过度这个手银 如果过度手银了呢 你就会神经衰弱 而且会被杀 变成失离减退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知道对人的心理有多么大的影响 就当时很多男孩子这个自卫 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思想 就一滴精啊 十滴血啊 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啊 是受心理暗示的 真的就是 就是就神经衰弱 面色发黄 发黄 后来就是我 我是看到一个日本孩子这么写 他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师 非常开明的老师 老师就把这个孩子领到那个小屋里 就说 因为他跟老师暴露了他的秘密 他说我老师忍不住了自卫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快死了 然后他那老师就把他叫到一个屋里 哗的脱了衣服 日本那个都当步 是吧 他这男老师体育老师跟他说 说男子汉 这有什么 老师一天三回 你看我这身体 他就说 就这老师一席话 第二天所有的头疼没有了 视力的模糊消失了 哈啪 脸色红扑扑了 你知道这只是观念 是戕害一个人的身体 没有这个身体 因人而异嘛 可是我们从小 我也是听我妈说 哎 不能手蝇太多 会变虚蝇 你妈会跟你说这些 会会会 我过早的戴上了眼镜 我像有心 所以你们俩 我以前觉得我妈胡说 我年纪越大 觉得她还是有些道理 怎么私利衰退了这么快 是你老年 要是还这样 身体确实有点跟不上 后来想 老人家说话 还是有道理 可是我刚听你说 偷看你爸的 那个什么 新婚知识手册 可能是你妈的 不是你爸的 我爸爸妈妈的 对 那都有这样生命 有些成长过程 有些这样镜头 从起在心中 影响很大 我记得我不是偷看到 我爸妈那种 香港没有那种 什么知识手册 我记得是好像徐来岁 这我爸的床旁边 发现了一个什么 那时候没有 当然没有什么DVD 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种8厘米 还是16厘米的胶带胶卷 那种叫什么 这资本主义说 就是比我们福利好 是吧 你们有个事情 你们都有胶带看了 而且在那边是借回来的 还有我机器 很狼狈 我说好奇什么东西 装好机器 把胶卷8厘米的 16厘米的卷 那一放 就是那个 我还记得那个是法国片 那时候不流行日本片 一击八度是吗 对 我还很奇怪 我的娘 我说怎么那毛是金色的 我还以为自己不正常 你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了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你想到吗 我偷偷看着新婚知识手册 画着是这样器官 对吗 可是你看他当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那个美女 是真的法国影星 玛丽莲梦露 BG巴多 是那样的美女 不是 他一方面杂志上那样美女 一方面他看到的这样的性 可是你知道 我那个时候实际是有一个倒错 我认为 就是我看到的新婚知识手册上 画的是女人的器官 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所知道的女性的形象 是宫东兵 你知道吗 是那个海盗女民兵 是那个 抹杀性别的 是抹杀性的 无穷花 是那个是那种 所以你就不敢了 紧着胸膛 不是 制服诱惑 诱惑 你看他想的 完全跟我们不是一路 他想到的是制服诱惑 我埋想 我埋想 这是被制服 埋想找一套女兵装 我当时只是觉得很难想象 就是说 比如说海岛女民兵 也能这样 她两腿之间 也长着我爸 在新婚知识手册上的 这个东西 这当时是我觉得很难对上胃的 你明白吗 咱们去下广告一下 参见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咱们还是妈妈妈妈妈要多说一下 没有没有我刚才我听刚才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吧 就作为一种个人记忆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 是都具有一些特别可圈可点可回忆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但你要作为现在来说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东西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我们那时候拿起指没有性教育 就是男女生之间聊天交流什么 这种性别其实在社会上基本就有点隔绝的 就是你根本难以想象 两个人会很亲密的怎么怎么样 你就是说学校里谁早恋了 谁跟谁坐在一起了 都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现在到处都是机会 所以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一个 因为跟小孩子做性教育以后我自己的一个冲击就是 原来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身体是脏的 就是性是脏的身体是脏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不太谈 而且呢我们的思维也是讲一个问题 我们喜欢避开来 就是避开这个问题觉得看不见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是这样我我上礼拜我正好我那个在日本嘛 访问一个就是一个女艺员叫连访的 你有印象吗就老穿一套白的 后来我查了他以前是那个有点艳新 也不是叫艳新吧 翻那种平面广告的那个model 他那个很多大尺度的就是写真集啊 他都穿就是就是一丝东西嘛 就那样子的 嘿我说日本社会我的印象也挺保守的 为什么说他可以接受一个以前都拍那种照片 可以做你预言 甚至有人说是女首相 日本是闷糟 日本实际上对性他叫开放 还有一点他们后来我请教了一些人 他们认为就是说日本人对于身体的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 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不认为裸体是可耻的 他们一直到那个明治时代的时候 爸爸跟女儿在一个木缸里面去洗澡都是很正常的 对是是是 现在也是他们认为这个上半身的裸露不是回事 就下半身可能他们会围啊怎么样 就上半身是就女的一样是可以录有 不管裸露也好性行为也好 这是我刚说的 他有他的意义在嘛 我们要给予他一个诈值 那意义包括了可能那个阿诚说的尊重 我说的爱信任保护等等 那我们呢现在的包包包包裹在香港台湾 所谓性教育啊往往变成只是什么 性恐惧教育 我们刚看哪几张图对不对 不要给人家摸 不要手淫 不要找孕 要避孕等等 不要把人家搞大肚子 根本是把性 在你脑海放进去一个概念 要么这是肮脏的 身体脏的 要么是害羞的 羞愧的 亏了 不能见人的 那种恐惧教育 像台湾有人搞 没有搞几张 有人推动一个运动叫什么 不是 叫做性快感教育 或者说性快乐教育 你要告诉小孩 当然不能 那个尺度要掌握了 性是一种 可以是一种安全快乐 美好的事情 假如你是建立在安全 卫生 还有爱尊重等等 自主自立 不要把性教育变成性恐惧教育 对 这个讲得太好了 我确实看到过 有的家庭 他们讲得非常早 那些家庭女孩子 反而特别晚 才会第一次 他们会认识到这个事情 她希望这种美好的体验保留